我们会不会用身体 关键在于我们的左肩 你在打反手的时候 左肩 是不是 身体的左肩一带 他就用身体了 刚开始学的话 可以左肩带一带 是吧 身体一带 左肩会带他出去的球 你看 他就有这个动作出去 而不是这样子 你看你很多球迷打的话 都是这样子 手去打 他没有身体 就是左肩不会带 左肩稍微带一带 不要这样子带就可以 一点带一带 他的整个力量 他就是这样子的力量 而不是这样子的力量 他是画圆圈的力量 是吧 你看 画圆圈的力量 拉的时候 或者在弹的时候 或者在防守的时候 他就比较稳健 他而不是 像拉锯一样的力量 他整个力量都是 整个力量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 你看 啪啪啪 以后再发力的话 就非常好了 这样子的力量都是在货币上的力量